這是台灣的聲音 這也是台灣的聲音 還有多少聲音沒有被聽見 未來你打算在台灣定居嗎 可以的話當然定居 這邊怎麼說也是一個 民族自由的地方 每個人都有可能變成那小部分人 你沒有公義 你不能維護基本的人權 但你就沒有完全的安全 在這狂亂的年代 思考讓我們自由 就要聽晚報 聽見新聞之外 歡迎收聽就要聽晚報 我是宛如 今天是9月24號星期四 我們在這集的節目 是要介紹微笑季刊 他們最新的一期 談到的是一個人的撞遊 其實台灣真的很美 但因為最近疫情的關係 可能大家 特別是國外的遊客 來到台灣 旅遊這件事情變得奢侈 但是我也想 藉由這段時間 我們可以稍稍的休養 升息的時候 也跟大家來介紹一下 在未來 你有計劃到台灣來 或者是接下來 如果是台灣的民眾 有長假的時候 你可以做一個 什麼樣的規劃 在今天我們要談的主題 是蠻有意思的 就是到海裡走一走 你看 我今天沒有說到海邊走一走 對不對 因為我們真的要進入到 海底的世界 節目中我們訪問到的是 台灣潛水執行長 陳祈恩 祈恩你好 你好 你好 我是祈恩 好 祈恩他來頭可不小 曾經在澳洲大堡 就要擔任潛水教練 那他自己 現在所服務的公司呢 台灣潛水 今年是40周年 40年前 民國69年那個時候 台灣真的對於潛水 這項運動的了解 或理解甚至接觸 應該是很不深 我想說 因為您的父親 創辦了這間公司 沒錯 當時他的想法是什麼 我爸是特種部隊 就是兩棲增長 那種特種部隊下來的 所以他在軍中有學到了潛水這件事情 然後就開始潛水啦 開始教人 然後可能 我們住在高雄 我們家就在那個西子灣附近 所以我們在高雄有幾個自己的船 就是出海去抓龍蝦啦 或做一些海事的工程 所以我從小就是這樣子被養大的 你的打工的過程也是很有趣啊 就是一般人可能是在學生時期 在素食店打工 可是你清潔像魚缸 我們的一般的遊客是看那個 哇好漂亮好漂亮 就可能兩三層樓高的魚缸 可是又有人清潔啊 那時候就是有 因為我是念逢甲大學的 那有一天就有一個學長走進來問我說 欸學弟們有沒有人會潛水 我說欸學長我會 就問我說 啊學弟有沒有想要做一份工作 我說我當然願意啊 我就問他說 一個小時多少錢 他跟我說一個小時兩千塊 我說哇那太好了 我馬上就去 然後我才知道我工作地方是在 這個台東的食物園 負責清潔這個橡魚缸 然後我就這樣從我大學二年級 一路做到我畢業 蠻好玩的 也因為這個工作 我開始跟很多潛水店認識 然後每次去的時候 他都問我說 欸年輕人呢 你怎麼不需要去考一個潛水教練 嗯 一聽聽聽聽聽聽 我就聽到我畢業的時候 我就真的去考了一張潛水教練的執照 對 所以這蠻感謝這個機運 讓我有機會轉到 從工程潛水 轉到了休閒潛水這樣子 工程潛水跟休閒潛水 這如果是完全不一樣的一個面向 完全不一樣 對對 但是我們也必須說 台灣早期 我們對於水 對於海域 其實都抱持著一種敬畏 甚至有點說是恐懼吧 嗯 如果像你爸爸是當兵的 他應該知道 可能就是當年有什麼水鬼啊 欸他們就是水鬼 他們就是水鬼 一般民眾聽起來就覺得 喔好神秘好可怕 然後好像就是水鬼摸上岸啊 然後就會殺戮場 對 對對對 可是在現在 嗯 你的公司在台灣的最南端 肯丁 很多的年輕人喜歡了這項運動 沒錯沒錯 不只在恒春 小琉球或綠島或藍園 越來越多年輕人 回到他自己的土地 或是移居到這個地方 然後 以潛水為一個根本 然後扎根在這片土地跟海洋這樣 看過台灣的 你所等一下要介紹的六大潛場之前 我們先來看看 在你過去的一個經歷當中啊 你曾經到澳洲擔任潛水咲戀 我在2009年過去澳洲打工度假的 那時候是有一個地區經理 他就打電話給我說 齊恩 你有沒有想要去澳洲打工度假 那時候我28歲快29歲了 我想說 可是我語言能力也不是很好啊 真的去澳洲我可以生活嗎 他就跟我說你不用擔心 所有東西都幫你打點好了 你人過去就可以了 我說真的嗎 他說真的 我就毅然決然把這邊的公司先停業 然後我就飛到澳洲去 那時候是2009年的9月 隔年2010年的大概五六月的時候 我才回到了恒春這樣子 我比較想知道說 像你看過這個人間先進之後 你再回到台灣 然後也在今天我們要推薦台灣 適合大家也覺得說 好像台灣人一輩子 應該去看一次的六大潛場 那種跨文化 然後甚至跨國境的一個感受是什麼呢 其實我 我們那時候當到澳洲 就是開始上班了嘛 然後一跳到海裡面 我看到了珊瑚礁 我會覺得 嗯 還是我們台灣的比較美一點 我不是說 怎麼會講這種話 真的我真的覺得 台灣的珊瑚礁的完整度 跟它的顏色的豐富度 一定比大寶礁還要好 但是 他們的魚類 確實比我們豐富太多了 嗯 他們的魚有保護 所以他們的魚類非常的多樣 然後也非常的 就是 尺寸上也比我們大 數量上也比我們多 所以台灣目前就只剩下珊瑚礁 並沒有太多的魚類 嗯 所以這兩個比較有好有壞 第二個呢 我們講自然環境 我覺得如果台灣有機會被保護 不會輸給大寶礁的 第二個部分就是 我們現在遠遠輸給對方的 就是 在於整個旅遊的推廣上面 因為凱恩斯 我在那個城市叫凱恩斯 或者是大寶礁好了 都已經是世界知名的景點 他們是被推出去 被行銷出來的方法 那如果台灣的蘭嶼 台灣的綠島 我覺得都有 都有站上世界舞台的能力 可是有沒有辦法讓世界的人知道 或是我們整體的 休憩的這些環境 有沒有辦法跟 就是讓迎接更多旅行的客人 來到這裡 這個都是我們必須要去思考的事情 是 所以也是像微笑台灣 在這一期的季刊裡面 所說的 被海洋環繞的台灣 海底美景 其實一點都不輸國外 方便又多元 而且不需要大家 花太多的交通時間 就可以到不同的潛場 那今天我們先介紹六大潛點 然後你所推薦的 我想先講 如果既然跟國外有所連結 就綠島吧 因為裡面是這麼介紹說 綠島是唯一站上世界前十名的 一個台灣的潛水點 對 它曾經有踏上 我們潛水有一個排行榜 第一名是柏柳第二名是什麼 那第十名就是綠島 那時候綠島站上第十名 我覺得哇 台灣的 後來我真的到世界各地很多地方去過 我覺得綠島真的是有發展世界潛點的能力 不管它的水裡面的能見 我們潛水就是以幾個東西為主 第一個就是能見度 就是你在水裡面的清澈度有多好 就是你能夠看多元 第二個就是你魚群的豐富度 第三個就是你珊瑚的完整度 那我覺得這三個評比來講 綠島都是非常的好的 台灣的潛點 我也會覺得綠島絕對是第一名 那綠島呢 它有很多很知名的潛點 當然它的優點就是它很清楚 然後它的魚群的數量是足夠的 然後地形的變化是很棒的 比如說它很有名的一個潛點 我很喜歡叫做雞仔礁 很像是公雞一樣 對雞仔礁 那個雞就是真的叫公雞的雞 公雞 而且那個雞他們還說叫太馬里雞 因為它望向台東的太馬里 對蠻好玩的 然後它整個雞頭 然後雞背 然後它的雞腳 在它的整個雞腳斜坡的部分上面 布滿了海傘 海傘就是像海裡面的樹一樣 那它會 這些海傘多的地方代表是水流會比較強勁 因為它需要水流強勁帶來生物給它 做維生物 就是一些浮游生物 讓它可以獲取一些營養 所以這些滿部的珊瑚看起來 就像海裡面的森林一樣 我覺得這個潛點 我每次去綠島 我都說我一定要跳這裡 我覺得這裡真是太棒了 海裡面的森林 我覺得你形容的超好的 馬上就有這種畫面趕出來了 我們看過路上的森林可能很多次了 可是海裡面森林到底長什麼樣子呢 有機會或者是有能力 因為我覺得能力也是很重要 因為像宛如照現在都還沒有這個能力去潛水 所以可以去看一看 我頂多就是浮潛 浮潛我覺得也很好 在綠島的浮潛 因為我們剛剛講它能見度很好 所以它比較建一個浮潛點就是死狼 一走出去 你就會看到滿部的珊瑚礁 然後還有無數的魚群會朝你飛過來 那個震撼感我覺得是對第一次看到海洋的人 是絕對會讓你覺得 哇 台灣的海怎麼那麼的棒 好 第一個點就已經這麼美了 然後再來我們看綠島旁邊還有一個叫蘭嶼的 它也是台灣東部的一個離島 那前你有說到是力推啊 台灣人一輩子一定要去的地方 可以看到最原始的風土民情 也是潛水點當中值得推薦的點啊 我每次去演講的時候我都會問大家 我都問大家有去過蘭嶼的請舉手 大概在場只有百分之五到十的人會舉手而已 就是一百個裡面可能只有五個人去過蘭嶼 很可惜這麼漂亮的地方卻沒有台灣人 這麼少台灣人來過 我覺得蘭嶼 剛剛我講的綠島是我覺得最適合潛水的地方 對 但是蘭嶼是最適合旅行的地方 因為蘭嶼不只是水裡面美而已 它連路上都美到讓你受不了 因為像我喜歡的旅行是很放鬆很自然很放空的 那蘭嶼就完全的符合我所有的要素 而且它的水能見度比綠島還要好 而且它的岸上有綠島沒有的 它有台湖族的文化 它有它很悠閒的氣氛 綠島已經有點偏商業的感覺了 但蘭嶼完全沒有 所以我非常喜歡去蘭嶼 我今年已經去兩次蘭嶼了 下個月要去第三次 我每次都大概五六天左右 連我一個住在恒村的人 我們一樣都在海的地方 我還是對蘭嶼深深著迷 我覺得它是最原始的台灣 如果你喜歡很自然的樣子 那我推薦你 你一定要去蘭嶼 對蘭嶼其實我就是那個百分之五的人之一 就是我也去過 我去過一次我真的就覺得好想好想再去 它是一個可以在訪之地 對 但是我其實到現在也還沒有去過第二次 我覺得很可惜 因為第一個蘭嶼的機票 如果你要坐飛機 是非常非常難買機位的 絕對 對 坐船的時間又真的有點太久了 而且我會暈船 像奇恩你應該是不會 我會我會 我很容易暈船 我是體質就容易暈船的體質了 就算我一直在坐船 我還是很容易暈船 真的真的真的 但是我覺得在前面真的有一點點的不舒適 或不方便 可是你到了那個現場 你就會覺得哇 就像奇恩剛所說的 整個人開始放鬆 覺得到了真的是台灣嗎 是另外一種世界耶 它的風土民情文化 還有甚至在岸邊的一個小小的發呆亭 你都會覺得好美好美 對我跟你講一個小故事 我上次也是這樣去到蘭嶼 然後就跟那個 我們在地的一些朋友說 我要去那個發呆亭 你知道他跟我說什麼嗎 他跟我說 這個不叫發呆亭 這個叫做良亭或良台 我說說 可是我們台灣人都叫他發呆亭 他說台灣人 你們台灣人才發呆 我們蘭嶼也是不發呆的 所以這些名字是我們給他的 他們其實並沒有說他們要坐在哪裡發呆 他們在思考事情 只是他們一直都還沒有想到而已 我覺得蠻好玩 這個就代表他們的個性 然後他們的文化 然後我們就覺得這一切都會變得很好玩 然後這些都是我們不曾看過的 這麼來說好 我覺得蘭嶼給我最大的改變 就是我到現在我還是會很注意時間 比如說剛剛10點了 我就知道我要趕快來準備一些東西 我會很在意時間 可是到蘭嶼的時候 我們的身體中大概是這樣 滴答滴答滴答 我到蘭嶼的時候會這樣 滴答滴答 就停了 我完全不在意現在是幾點 我肚子餓了我就去吃飯 我想潛水了我就去潛水 我想睡覺我就去涼亭睡覺 好像時間感在蘭嶼是不見的 這個是我完全沒有感受過的體驗 時間感對現代人來講是多麼重要啊 幾點要上班幾點要下班 可是我唯一有感受到時間感不見的就是在蘭嶼 所以我覺得這是無可替代的一種旅行的體驗 對其實我本來今天在跟齊恩連線之前 因為看到他住在恆春墾丁這邊 會覺得超級羨慕的 因為我們住在繁華的大台北 其實很難這麼快像齊恩這樣可以隨時的跳進海裡去悠遊自在 可是我今天聽齊恩講 原來還有更美更棒的地方在台灣的離島蘭嶼 所以一個人的撞遊 這個撞遊說實在的不用跟很多人 一個人在蘭嶼你也不會覺得寂寞 太多願意跟你聊天的人 他都願意跟你聊他們自己的生活 自己的故事 這個旅遊是豐富的 一個人撞遊誰說是很孤單呢 其實真的是合意很豐富可以很不一樣的在蘭嶼 在我們剛剛所說的綠島 我們聊到這先休息一片刻 等一下我們再回到今天的節目現場 我們要請台灣潛水執行長陳祈恩 來跟大家來介紹一個人的撞遊 還可以去哪些台灣超美超棒的潛典 讓你把台灣好好的潛一遍 好繼續回到就要聽晚報 我是宛如 在今天我們介紹的是微笑台灣的季刊 它的標題叫做一個人的撞遊 這一期的季刊我們看到 他總共報導了在台灣十位撞遊的人 好今天祈恩就專門針對他的一個強項 也就是潛水的這個項目 來跟大家分享 嗯 祈恩 不過現在你不太能一個人撞遊了吧 我可以一家人撞遊 我帶著老婆小孩去哪裡玩 因為現在公司算相對穩定 所以事務都有其他人能夠去處理 所以小孩現在也被你推下海了嗎 他現在才三歲半 然後他也都可以跟我這樣到處游泳 都沒有太大的問題 浮潛也都很棒 他很喜歡海 他非常喜歡 其實我覺得像前的公司 他除了是帶著大家去享受潛水 這樣休閒娛樂之外 其實你們還是一個B型企業 就是我們最近臉書上在進行一個這個活動的宣傳 就是你們的年度大活動 台前海清日就要開始了 對對對 十月底的時候 十月三十一號禮拜六 我們這是第十五屆 就是我從做休閒潛水以來 我就辦了這個一年一度的清潔海洋的活動 當然我們不是只有一年一次 就是我們幾乎一年 像我們去年2019年我們做了97場的淨灘淨海 就是我們365天我們就做了將近快100場 那這一場的代表性就是我們希望讓更多人來 有點像是在參加一場Party 然後來參加來看看一些老朋友 然後順便去撿垃圾 這有點像是一樣這樣的一場活動 不是說我們只有一年半一場淨灘 不是這樣的 這是我們一場代表性的活動 在台灣潛水慢慢的也不是只單純潛水了 還有其他的東西像是旅遊的這些配套也都帶進來了 這一期的微笑台灣報導裡面就說到 你2019年的夏天帶著外國旅人 遊台灣的六大潛場 那在這個帶領外國人當然心裡會有一些使命感 然後也有一些壓力 然後也有更多的是自己的一個衝擊下的所得吧 嗯 我們因為朱平老師就是聯藝人基金會 然後我們邀請了一個國外很有名的作者叫Simon 他來到台灣 那他曾經幫菲律賓幫泰國寫過很多的前典書 然後我們希望邀請他來到台灣 然後我們確實在去年的六月我們完成這件事情 然後來到這裡的時候呢 我們第一站去東北角第二站到恒春 然後就跟我講說 那台灣除了潛水還有哪些東西 因為他希望寫到書裡面嘛 我說原本我只規劃了潛水這件事情而已 他說你應該讓我知道台灣除了潛水之外 有沒有一些生態旅遊 有沒有一些傳統的文化 有沒有一些特別的美食 是需要介紹給世界的 我那從那時候開始 我就在每一個潛場 我都包裝了當地最棒的生態旅遊 讓這個作者能夠把它寫到他的書裡面 所以我們這本書不只是單純的介紹台灣的潛水環境 我們也介紹了很棒的生態旅遊 還有傳統文化以及各地的美食 讓國外的旅客覺得 原來台灣是一個 世界都沒有看過的一個旅行的場合這樣子 也可能有一些國際的旅人 現在正在聽我們的節目啊 就是說比如說到了高雄 你自己本身是高雄人嘛 所以除了潛水 你還安排了像是在高雄要吃冰 阿婆冰 因為我們到了高雄 因為我以前坐在岩城區嘛 岩城區就是舊絕江 我就帶他去舊絕江這種以前 我們以前那種港口很新鎮 那時候很多柏拉一瓶的那一種 老街的那種感覺 帶他去裡面逛 帶他去看我們的茶行西裝行 還有去做烏魚子 去吃我們傳統的阿婆冰 對那種鹹生丁那種冰 所以我覺得這一切都讓他覺得是非常好玩的 而且會看到台灣不一樣的樣子 在接下來我們看到台灣不一樣的樣子 還有一個地方的前場小琉球 其實你也有做一個推薦嘛 不過小琉球夏天去真的遊客太多了 就是 真的有點誇張 對 人都要滿滿出來的 對 海龜是被人包圍住的 還好我那時候去還蠻幸運的 我是冬天去 就算冬天好了 南部還是一個溫暖的 因為小琉球是一個不被東北進風影響的潜水地方 是 所以像小琉球最近也在推一些減速運動 希望因為遊人實在太多了 然後造成的垃圾污染 我覺得其實除了旅遊 我們也必須帶一點現代化的觀念進去 不是我去那邊玩 我花錢 我就是大爺 其實那邊的環境也是需要每個人一起去呵護的 其實你會推薦小琉球的原因是什麼呢 小琉球它有一個非常強大的生物就是海龜 而且海龜的可見率是90% 就是你下100次到90次都可以看到海龜 那我在世界上都很少有地方可以看到這麼親近的海龜 就是你一輪 不管是浮潛還是你在路上騎摩托車 你到網上海邊一看你都有機會看到海龜 更不用講是潛水了 海龜的可見率這件事情是小琉球 就是很獨特的一件事情就對了 再來就是小琉球它有一個你剛剛講的 他們減速這件事情做得非常的好 他們在環保這件事情是非常用心跟用力的 那我覺得這也是一種旅行的體驗 你可以看到有一群人願意會環境做到這樣的樣子 而且小琉球的獨特也是它只要坐15到20分鐘的船就可以到了 你就可以到了一個離島然後有那種海島度假的氛圍 所以這個都是小琉球在這幾年觀光非常新盛的幾個原因 對我們剛剛好像連續三個都介紹的是海島 對 花一點時間來介紹如果我們不要出海的話可以去哪裡呢 台北我們就去東北角朝靖 我那時候去東北角朝靖的時候 我就覺得這個點需要介紹給外國人知道嗎 然後那個作者跟我講了一件事情我非常的訝異 他說台灣或許沒有很多旅行旅遊的客人旅遊的那種遊客 可是他有很多商務跟會議的遊客 我說對耶台北也會有很多人來這邊開會 可是他並沒有三天或五天的時間去染雨或者是綠島 但他可能有一兩天的假期可以在台北清交玩 那朝靖跟東北角就是一個非常適合他潛水的地方了 我說真的耶 我覺得我們真的是用台灣的角度來看這本書 可是他是用世界的遊客會需要什麼來設計這本書 所以我們就去了朝靖 那我覺得朝靖是一個非常棒的地方 他的小東西跟魚群他除了能見度比較差一點之外 我覺得他其他的元素非常的完整 然後他最重要的是你從台北出發到那裡 只要40到50分鐘就到了 你早上到海邊 然後晚上可能就到台北可能在101 可能在新一區吃飯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獨特的經驗 就是你城市跟海之間原來是非常相近的 這個早上也可能在開會 然後下午就把西裝脫掉換錢睡 跳到海裡 我真的覺得這種旅遊真的是如果來到台灣 可能商務旅客或者自由行的人的安排是最方便的 因為時間不會讓你脫很長 可是又能做台灣的海體驗 你剛剛所說的朝靖就是 好水的朝靖就是環境的靖 朝靖公園在這個區域 沒錯 還有最後一點點時間 我們來六大前點的最後一個好了 還沒介紹到 你覺得恆春 你自己的所在地要不要介紹一下 好啊 恆春我覺得它是一個最適合一家人旅遊的地方 原因就是恆春不只是第一個它交通方便 它不用搭任何的那些船隻或是飛機的問題 它就可以直接到了 第二個是它有非常多除了潛水之外的東西 它有很好的飯店很好的民宿 你家人可以早上在民宿住 然後你自己偷跑去潛水 然後潛完水的時候再回來 他們可能還剛睡醒而已 第二個是它有很好的餐廳 再來它有很多不一樣的生態旅遊 不管你要去衝浪還是你要去爬山 還是你要去泡溫泉 恆春半島擁有這所有東西 所以我覺得恆春是每個家人 可能弟弟想去衝浪 爸爸想去潛水 媽媽想去爬山 或姐姐只想要去咖啡店 喝個咖啡 每個人都可以滿足他的旅遊元素 但是恆春也蠻多遊客了呀 我意思是說那潛水的點你們是要特別去找嗎 恆春如果你跟綠島跟蘭与比賽 恆春的遊客可能比他們還多 但是恆春的腹地比他們大更多 所以恆春它其實是 恆春半島是非常大的 不太可能是大家都擠到同一個地方的 所以我覺得恆春雖然遊客可能比這些其他地方還要多 比如說小琉球好了 可是小琉球因為它很小塊 所以它會覺得很擁擠 可是恆春基本上是不會讓你有這個感覺的 比較在地人會去的地方 我們生活在這裡我們一樣覺得非常舒服 在地人真的也比較知道 哪裡是可以避開觀光人潮的地方 帶著這些外地人去感受真正的恆春 甚至你所帶領的真正的恆春的海里世界是什麼模樣 你今天所介紹的也都是您的專業就是潛水 當然你也不排斥我像我這樣子的就是浮潛的遊客 非常歡迎 潛水真的是很迷人的嗎 就是說我們還是對深淺有一種恐懼的人 你會怎麼來跟你這樣子的客人或者是學員說呢 我覺得潛水是一個 你在一般活動感受不到的3D飛行的感覺 你可以在水裡面飛行 在水裡面吸氣就會往上浮 吐氣就會往下沉 它這個無重力的感覺是其他活動都沒有辦法替代的 而且它也是唯一一個活動 你可以跟海裡面的生物這麼接近 有人家說它是一種鴉片 就是你一招一拳過水 喜歡的人你可能就是上癮到完全不行 自然每一個活動比賽可能是每個人都喜歡 不喜歡的人我也覺得你應該要來體驗看看 去試試看你到底你有沒有機會看到水裡面的這些東西 然後跟它近距離的接觸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讓我們幫你拍下一張很美的水底照片 讓你說至少我去潛過水了 至少我知道我在水裡面是一個什麼樣子 體驗本來就是一個未知了 如果你都不願意嘗試 就好像你不願意掛出自己的舒適圈一樣 我覺得潛水就是一個放下自己原本的一些沉建 然後去體驗一個全新的東西 其實一開始在私底下聊天的時候有談到說 台灣人一定要做的三件事嗎 對 要永度日月潭 登玉山 然後單車環島 或者是機車環島 環島就可以了 對 但是好像缺少了潛入我們四周圍這麼美麗的海洋 對台灣明明四面環海 可是去到海邊這件事情 反而是大家比較畏懼 然後也比較不願意去嘗試的這件事情 我覺得很可惜 台灣應該要平常的是海洋教育 而不是恐海教育 恐海教育 恐怖恐懼 就是我們每天只跟你說海邊很危險 海邊不要去 你去海邊要給你打氣 對 可是我們不是應該要用一些正確的海洋教育 跟小朋友說海邊怎麼樣才是安全的 海邊怎麼樣才是可以接近的 應該灌輸他這些理念 而不是一味的禁止 一味的禁止並不是最安全的方法 所以像你的小孩三歲 其實現在就跟著海無距離的接觸 他非常喜歡 然後每天在過程中教他一些 怎麼樣跟海洋相處 然後他現在每天時不時就跟我說 爸爸我們要保護海洋 我說你怎麼會有這樣的想法 然後上次我給他放了一個影片 就是我們家橫村的珊瑚有一些是白話了 然後他就哭了 跟他說那些他的一些朋友是不是就會死掉 然後我心裡面就覺得很揪心 就是我們到底可以為他們留下些什麼 為下一代我們還可以努力些什麼 所以我們公司就一直在做永續相關的一些努力 你的接班人已經出來了 我希望他可以為海做一點點事情 他真的是很單純 今天我覺得很開心跟奇恩聊的這一些 但不只談潛水 談台灣的美也談我們怎麼樣來重視 來保護這一塊珍貴的海域 我們謝謝台灣潛水執行長陳其恩 跟我們的連線謝謝您 謝謝 好其實更多精彩的內容 然後大家可以看最新一期的微笑季刊 那也謝謝聽眾朋友今天的收聽囉 祝福大家有一個愉快的週末 但是接下來這個週末好像要上班 好要補上班 不過大家也不用太誤責啦 因為馬上要連假連續假期 可以安排比較遠一點點的旅行 好真的今天到了 謝謝奇恩謝謝聽眾朋友 我們下次再聊拜拜